拍攝 直升機每天都很勤勉地工作 它們速度快, 行程遠 還吊得起超過一噸的東西 好像Eurocopter的TwinStar和B3 就快到可以幫警察執勤 夠力幫工用士搬東西 還靈活到可以在狹窄環境做事 不用降落 看他們開直升機好事好容易 其實一點都不簡單 怎樣平行駕超過一噸 好像放在球上的機器呢 上架直升機起飛 就要平衡好撫養、側滾和偏向三個方向 看看原理是怎樣 引擎帶動螺旋掌 掌葉轉動就可以起飛 直升機就好像幾千個不同的零件 排好隊形一起飛 要他們好好合作 變成一架多功能飛機才是最難的 怎樣製造升力呢? 怎樣控制呢? 就算引擎壞了 又怎樣避免撞機呢? 我們先說升力 直升機主船翼的葉片 其實就是割開空氣的機翼 連橫切面都跟機翼很相似 不過掌葉就薄一點、窄一點 因為這樣,他們才可以高速旋轉 不過要起飛,就還差點東西 傾斜氣可以改變掌葉的功覺 轉得快就可以令空氣向下吹 只要向下吹的空氣量夠多 但一燒到重量就可以起飛 掌葉要高密度的空氣產生升力 飛得愈高,氣壓就愈低 直升機就愈難爬升 第二項挑戰就是控制 螺旋掌轉得這麼快是很厲害 不過一樣有問題 一著引擎 機身就會朝著螺旋掌的 相反方向轉動 如果想控制它 就要很準確地運用 尾螺旋掌提供的動力來平衡 這架直升機的尾螺旋掌 是主螺旋掌的六分之一 所以轉速就要快回六倍來補償 所有動力都是來自一副高性能引擎 它會將氧氣吸入燃消室 點燃噴射燃料 過程產生的超高溫排氣 會推動摩輪 再轉動引擎主軸 還有機上的兩個螺旋掌 這些全動軸 會由齒輪連結到波箱 保持完全同步 這樣解決了 這架高性能飛機的基本操控 就是時候再深入一點 看看還有什麼操控細節 旋轉式油門 控制引擎傳送多少動力到螺旋掌 起飛之後 螺旋掌的轉速就不會改變 機師想飛高飛快轉方向 也不用碰油門 轉速不變 就可以保持大小螺旋掌的平衡 直升機可以向不同方向飛 全靠掌頁和它們的工角 只要控制好總羅距和周旗羅距 機師就可以改變方向、高度和速度 機師前方的操縱桿 控制周旗羅距 讓直升機可以左右或前後飛 將操縱桿推前 後方掌頁的工角增加 前方的就減少 產生的推力差別 就會令直升機向前飛 將操縱桿撥在一邊也是一樣 左右推力不平衡 飛機就會側飛 總羅距是在駕駛艙中間控制 拉高退低操縱桿 就可以控制直升機的高度速度 所有動作都會透過傾斜器 和轉緊的掌頁同步 兩個圓盤之間裝有滾珠俗成 下面的靜止圓盤被推高 就會托起上面的旋轉圓盤 傾斜器被推得愈高 連桿都會一樣 改變了每片掌頁的工角 同一時間 機師都可以用腳踏 來調整尾螺旋掌的葉片工角 改變那股平衡主螺旋掌旋轉的推力 兩支操縱桿和腳踏 它的完美配合 令到每個細節都不會失控 第三個挑戰 有故障也保持不墜機 如果引擎死火怎麼辦 你以為它會這樣掉下來就錯了 駕駛直升機 就要學習如何不靠引擎降落 秘訣就是掌頁自旋 如果沒有動力 機師會讓螺旋掌自由旋轉 掌頁變成水平 盡量攔截空氣 通常都足夠讓直升機滑翔降落 之前不是說過有幾千個零件嗎 總有一些是比較重要的 如果螺旋掌掉了 的確是會墜機 這樣故障的確是沒得救 一切都指揮了這些這麼重要的螺絲 螺旋掌全教他們來連接機身 但是只要保養得好 那就不會是個問題 如果有個好機師 會駕駛好直升機 那就不用怕了 儘管好好享受一下這種最靈活的飛機 每天都有什麼大 repetitive 還有暗示風人 我們故意很大的一切 就這條小駛是發生了 文鮮 Έ 那是很極導的 我忍耐一個很大的防患 不只能給予慣衝 不應該讓我們能支持 何時想停, 何時想轉彎 這些當然不是魔術 不過這樣也不代表 當中的先進科技不吸引 看看原理是怎樣 Zway是一輛兩邊有輪子的電動滑板車 所以要像我們這些有兩隻腳的人類 學習保持平衡 人們向前傾, 地心吸力就會拉跌你 Zway也是, 除非輪子懂得加速 讓我的腳踏一直站著你的人 有時就相反, 人們靠後就向後跌 輪子就要順勢地轉, 讓你不會跌到地 就是說, 又站上Zway也下來為止 你一直都在跌 就算你站著不動 其實你這個人都是一時靠前, 一時靠後 只是那輪子替你沒有跌到地 對Zway來說, 移動即是平衡 但是那輪子怎知道要動呢 人類想站直, 靠的就是雙腳, 肌肉, 和腦 Zway也是一樣 不過靠的是滾, 摩打, 和一個塞滿靈敏感應器 很聰明的孝仔 五個角觸感應器可以偵測方向和速度改變 傾側感應器就偵測角度 它們好像木匠的水平尺 只是安裝了一些可以導電的液體 感應器一起提供數據 讓這部機器知道你何時會跌 再傳指令給車輪 讓你可以保持直立 無論你向邊邊叫, 它都會讓你快一步 Zway有十個微處理器 Zway, 運算能力足足是普通電腦的三倍 不可能能換得住它 上轉彎, 就動一下操縱桿 那裡面那個輪子的動力就會減少 外面轉得快一點, 那就轉彎吧 Zway, 還可以載到一百一十八公斤物件 每邊輪子都有兩匹馬力 零排放的摩打 裡面的波箱可以減慢摩打轉速 令控制更加平順 還有一種獨有的VV聲 它還可以將時速限制在二十公里以下 不過就算是走得這麼慢 萬一有故障 令你手跌倒也會很傷 所以Zway的後備系統 一發現有故障, 就會自動停車 不怕會搭人落地 完結了一天, 只要到電製旁邊 插線 眨眼睛就可以再走 今時今日, 這部Zway不僅可以攀山攝水 還可以幫警察, 順順利利地走避 它雖然未至於稱霸行人路 但是肯定是逐少地滲入我們的運輸系統 不如其它的事 喜歡看見 就說arda, 順順利利地走避 點了 層水 但是還有, 下部 來 或許 我們先回到 我覺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